阿乔不论知识,装差不论设计,我是你的教练杨诚大神 奥运会已经结束两天了啊,国家队的这次表演得非常好 五个单向全部都进入了决赛 但是有个事情我真的必须要说一下,因为我真的特别不爽 就是解说双打比赛的这位前国语队长蔡某 她的一些说法,我是极其不认同 以及她在解说比赛时那种偏向性,非常夸张 如果你听不出来,那你就把这个视频关掉,别听了啊,听话 重点讲讲这个蓝双比赛啊,对于双打那种言语的不满啊 说他们没有祖国荣誉感,说他们不团结,没有拼搏精神 我就请问一下啊,对于年轻球员第一次站在这种级别的赛事上 他们就能进入决赛,拿到银牌 这还不厉害吗,这还不拼搏吗 抛开网上那些被里带偏的普通网民,我们不管 只要是长期看球的,关注国语的 这枚银牌,我们平心而论,我们满意不满意 这简直就是惊喜中的战斗机啊 蓝双比赛激烈到什么程度了,朋友们 懂得都懂,蔡某就老说人家不够团结 没有拼搏精神,没有国家荣誉感 我和你都是圈内人 这场上打球的几个队友,我们都是好朋友,对吧 先说刘宇诚,她本来就是一胖体质 打球发接发比较快,她比较容易吃手感 她就是需要那种不断的训练 疯狂的磨练手感,包括她的减肥控制体重 那另外一位李俊慧,她就是那种爆发性强的 但是身体差的体质,她就没有办法那么系统的 像刘宇诚那么训练 那双场里面一个是需要大运动量系统训练 一个是想大运动量,但是没办法系统训练 他们两个必定多少一定会有些矛盾和争吵 这很正常啊,这些你不知道吗 前面不管面对丹麦也好,面对日本也好 他们都是豁出去干的,到决赛发挥差了一点 精力下降了一点,是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体能出现了问题,精力出现了问题 是不是因为打法的克制 或者又是说太久没有比赛了 在这种比赛的困难当中 解决困难的能力,营场应变的能力变差的呢 你一个专业人士,你不谈战术 你非要抓着个国家荣誉感说实 而且你说这个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记得你说成龙吗 成龙输球的时候,你也评评他缺乏国家荣誉感 当时汤杯五局三胜制 成龙输掉了第一场 你在央视的直播厅里面 你还抽了个空出来,我也觉得很神奇 配上你昨天跑步的照片 发了一个微博说成龙第一场输了,大家怎么看 你身为前国语队长啊 你这种落井下石的事情你也干得出来 而且你在解说成龙比赛的时候 有句话我们听的是非常刺耳 一直印在我心里 你说成龙现在打的一个战术叫什么 叫做杀上网挑 但凡了解过一点点专业队训练的人就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嘲讽别人,意思是什么 你个XXX你不会打球 你去用那些外行听不懂的话就嘲讽成龙 让我们这些人听得心里多憋屈啊 还好是一直成龙老将就是顶得住压力 就是厉害,对吧 获得了一枚银牌 表现得无懈可击 脚底板的磨烂了 拼死为我们国家守住而入 要不然你是不是又得去微博叽叽歪歪 蔡某你当过运动员 你还是前国语队上 我们羽毛球人就应该团结一致 这一次备战东京真的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条件那么艰苦 疫情这个样子 我们应该为每一个生批国旗的兄弟们 喇喊助威 而不是站在队员的队里面 去说一些没用的话 获取一些没用的流量 你不有他们联谊方式啊 下来你对他不爽 不要打电话呀 骂他呀 你私下随便讲 你又不是不知道 输球谁最难受 肯定是运动员自己最难受啊 运动员的心酸痛苦 谁懂呢 肯定只有我们当过运动员的才懂嘛 你现在这样的行为 我只感到非常失望 我说你一句话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啊 我再说说你退役这几年 你干的时候 我说到这里 如果蔡某你在看 你慌不慌啊 你放心 我做事有底线 道德败坏的事情 我不会拿出来说 免得影响你去参加综艺 模仿张学友唱歌赚钱 你搞个公号 五年了 比我还早一年 说是给大家普及羽毛又知识 结果你现在的流量 连我的五分之一都没有 全部都在推广你的线上什么学院 课我买的呀 价格质量我不想说 我不评价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我给你提个建议啊 你能不能让你的团队 把拍摄视频那个6s换一下 然后再花99块钱 去网上去买个麦 收音好一点 我买了一个教学 我用iPhone12去看 我都觉得画面太模糊 声音太小 我看不清啊 做教学 你应该向我多学习一下 这四年 我已经做了一千多个原创教学了 并且全部免费 君子爱才 取之有道 不能含了粉丝们的心啊 蔡某 还有你搞了线下培训 一开始 还去跟大家合合照 聊聊天 后面招不落身了 你直接撩挑子了 你顶着你蔡某的名誉去招生 结果你不来 你是不是在逗我呀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说难听点 你这叫XXX 你还跟我们台湾线的某个兄弟品牌 对吧 做了一个你的蔡某系列 你真的是把你台湾线的兄弟给坑惨了 做了你的系列 卖的特别差 外面都在打三折 解说你不行 搞培训你不行 搞个装备还每天在搞三折 你说你能搞啥 你干脆找个厂上班算了 最后我问你这个问题啊 你说蔡某他是奥运冠军 又跟我们现在的张主席这么熟 你说他为什么不在国外局当教练呢 又或者是在江苏体育局当领导呢 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们焦虑焦虑吧 商量可不是白商量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阳神大神后台 我要给你们准备了我的十支球拍 只用你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阳神大神后台回复 蔡某不懂球 五个字 就可以参与抽奖 谢谢大家支持